公元前3200年苏美尔发明楷型文字系统 苏美尔的梅索布达米亚人被认为发明了楷型文字书写系统 这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书写系统之一 楷型文字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在苏美尔开发 在梅索布达米亚使用了3000多年 直到希腊字母出现 楷型文字是一种复杂的书写系统 涉及使用手写笔在年图版上留下楷型印记 书写系统最初用于记录贸易和商业 但最终成为梅索布达米亚社会交流和记录的主要方式 楷型文字是一种多功能的书写系统 可用于记录范围广泛的信息 包括法律合同 行政记录 宗教文本和文学作品 它在梅索布达米亚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有助于促进该地区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公元前2560年 法老胡福的林木吉萨大金字塔竣工 吉萨大金字塔是古埃及最著名和经久不衰的象征之一 建于公元前2560年左右 是第四王朝第二位统治者胡福法老的林木 金字塔位于开罗附近的吉萨高原 是在该地点建造的三座金字塔中最大的一座 吉萨大金字塔的建造是一项非凡的工程和建筑壮举 涉及使用数百万块石块 每块石块重达数盾 金字塔的建造历史月20年 用各种先进技术建造 包括使用坡道 滑轮和起重机 吉萨大金字塔最初覆盖着光滑的石灰岩 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已被剥离 金字塔现在高约146米 480英尺 在19世纪末 巴黎埃菲尔铁塔建成之前 它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 吉萨大金字塔 在古埃及的文化和社会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今仍是法老权力和威严的不朽象征 公元前2334到2279年 萨尔公大帝阿卡德 萨尔公大帝是阿卡德帝国的统治者 阿卡德帝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帝国之一 据信他在公元前2334年至2279年左右在位 他以军事征服和集中统一 美索布达米亚各个城邦的努力而闻名 萨尔公出生于美索布达米亚北部的阿卡德城邦 他以军事领袖的身份上台 据信他征服了该地区的许多邻近城邦 他继续建立阿卡德帝国 成为该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的主导力量之一 在萨尔公的统治下 阿卡德帝国迅速扩张 控制着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的广阔领土 萨尔公还因许多重要的行政和文化成就而受到赞誉 包括开发标准化的度量横系统 在阿卡德建立新首都 以及赞助艺术和文学 萨尔公的统治标志着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他对美索布达米亚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2150年 在埃及南部地区建立努比亚王国 努比亚王国于公元前2150年左右 在现在的苏丹境内出现 努比亚是古埃及南部尼罗河沿岸的一个地区 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文明 包括黄金、象牙和其他有价值的商品 努比亚王国是非洲已知最早的文明之一 其特点是其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组织 包括复杂的治理体系和等级社会结构 努比亚人是熟练的农民和商人 他们在农业和与临近地区的贸易基础上 发展了繁荣的经济 努比亚人还拥有丰富的文化和艺术传统 考古学家发现的大量努比亚艺术 和建筑实力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是技术娴熟的建筑师和建筑师 他们建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 例如麦罗埃的金字塔 他是努比亚统治者的林木 努比亚王国在古代非洲的历史上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是该地区许多世纪的主要力量 努比亚人与包括埃及人和苏丹内陆王国在内的邻国 有着长期而复杂的关系 他们在塑造该地区的政治和文化景观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112到2095伟大的金字塔建于乌尔 乌尔大金字塔是一座巨大的阶梯金字塔 位于乌尔古城 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境内 它建于公元前2112到2095年 苏美尔国王乌尔纳姆统治时期 是当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成就之一 乌尔大通灵塔供奉着月神南纳 它是用泥砖砌成的 上面覆盖着一层烤砖 金字塔宽约64米210英尺 高30米98英尺 由三层或梯田组成 每一层都比下面的小 乌尔大金字塔是古代美索布达米亚地区 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中心 在该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被认为是众神降临人间的地方 也是乌尔级周边地区人民朝圣和崇拜的场所 乌尔大金字塔的建造 展示了古代美索布达米亚人 非凡的工程和建筑技巧 它仍然是他们成就和独创性的不朽象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电话